大家好 今天是10月20日 星期五 終於捱到星期五了 今個星期 也蠻難捱的 上個星期是好些 但今個星期基本上市 都可以說差了這麼多天 昨天就差了 今天 如果你仔細想的話 今天就差不去 為什麼呢 因為都叫做 守住17,000點 這個關口 17,100 都叫做好像沒有穿過 但是 市 都是升不起來 中段曾經有段時間 能回到 但是還是 頂不住了 到下午 還是要向下沉底 有一個最大的 問題 就是A股 升多少都升不起 甚至乎上中子 今天創了個年來的新低 深城子 更加創了三年的新低 平侵而論 今個星期 其實今個星期 你可以說 亞太區股市 都沒有誰是好的 因為 港股 港股今個星期 恆指 掉了差不多3.6% 科子跌得誇張些 好像跌5%多 至於內地方面 深城子 都跌得多 超過5% 上中子跌得少 3.4% 但是 你看看 亞太區其他地區的股市 其實你說 日本也好 韓國也好 其實都跌了 好像 南韓都跌了 3.5% 即是說 其實今個星期 是亞太區股市 全部都差 都是被美國債息 抽上去 一些拖累 不過 對於港股來講 始終 我們現在和A股的關聯度 太高 A股比現差的時間 我們更加會暈眩 還有一個現象就是 當你的指數 例如差 比現好像沒有什麼氣息的時間 自然投資者 也算是放棄市場 今個星期 其實看著股份 我自己 都看得到我心機 昨天也和大家 有分享過一些 持股的 心路歷程 可以這樣說 今天看著 都不太跌倒 但是真的沒計 真的沒計 現在的希望 希望A股 在星期一 甚至下星期的時間 也希望好一點 如果去A股 好一點 起碼我們這一邊 有機會 表現 也不要跌穿 晚7點這個位置 因為 再跌穿到晚7點 真的很差 雖然現在已經很差 那麼 下星期 有施政報告 看看有沒有些 驚喜 昨天記者 都說 跟記者 都半開玩笑形式 對於下星期的 施政報告 有沒有什麼展望 特別是對於金融方面 是否會選擇 任花稅 我都說 最好是沒有期望 因為沒有期望 你才會沒有失望 到有驚喜的時間 可能有些 有招數速的時間 你就當賺了 我想 這個心態上 可能會比較好 所以 我的朋友 Ricky 說不變應萬變 我看到你的表情 也有點無奈 的確 是無奈 是無奈 還有一些股份 例如今天的時間 你看到 貓眼 掉下去之後 其實有段時間 也有分手 例如打算 九個四 九個幾 我記得這些為止 因為 1060 就是 阿里影業 追了營起 那 它的價格 又打上去 不過 都沒有辦法 最後都要跌 因為始終 你看到 市的問題在哪裏 有些股份 其實你會看到 成交真的好 回到貓眼 還有一個例子 貓眼的成交 其實你會看到 排出一些盤 有時候只有 一、二千股 或者甚至乎 一、二、三、二、四、二、八零股 即是那些 一、二、八零股 通常你會看到 一、兩手 那 你算是銀碼 即是 可能不會一當 其實都只不過 只有幾千元的貨幣 其實是很少的 你想想 幾千元的貨幣 如果有人突然沽大 在買是否購入股 一、二、三百零股 以下 都會推出很多 之前都會看到 很多這種情況 當然 賣相亦是這樣 賣相亦是 很急的 但是 如果是成交兩元 有沒有人願意入市 那 你只會越來越差 即是 可能讓人每逢人 雇一、兩次的時間 大家看得到 嘩 那股很大 自然大家 不敢去買 其實 要像貓眼這種 如果你出十萬元 已經嚇壞人了 爬在這裏,已經像牆壁一樣打不穿 這樣 所以現在 有課的大家 相信他過的 覺得公司業績好的話 先拿著他 NY講香港的倉 倒跌倒蝕 可能因為你本身有個角色撐住 希望他也可以幫你撐一下 我的倉也要虧錢 現在已經虧了1-2% 但真的沒計算 你只可以說股份不遷就不遷 沒辦法 但股份我也是對自己有信心 這件事為什麼對自己有信心 我也會考慮一下 電源會考慮握住它 希望不需要跌很多 因為今年可以贏 雖然也維持著長勝 有這麼多年以來 但今年也不敢忌有後望 美股倉也說 半年來也是虧 因為有些股份 就是不走 沒辦法 NVIDIA有些 彈過上去 這陣子也回來了 那 不過 Microsoft那些會比較好 TSM 如果你有課 也算是有些安慰的 但沒辦法 有課 大家現在都說一句 業績好的 繼續拿著 業績差的 要想一下 用不需要 可能會先換馬 就先走了 會比較好 至於其他股份 大家好像都沒有太多問題 不如輕輕說一下 港加索的業績吧 港加索的業績 第三季 兩個大數 盈利方面 是有驚喜的 是不差 升三成 不過 老實說 有原因的 第一 因為本身 看回你說 這個叫做 裡面的數 有限 收入有增加 但你看到 開支方面 其實反而是增幅很少 其次 就是找到一個基數的問題 因為不要忘記 上年第三季的時間 其實也挺差的 行程和氣氛 那時候 好像 行市去到14500 那段時間 好像是9月 不止是9至10月 那段時間也是很差的 所以變成了 可能是基數問題 而第三 就是靠利息收入 有點像517 不過問題是 517個數 利息收入 相比值很大 那 318 就小一點 但也因為 這樣的情況之下 令他盤數 更帥氣 而去年的時間 是要虧損的 所以這條數 就幫了他不少 所以導致他的業息變成 就好了 不過 我想說一件事 就是 港加素的股價 我經常說 要麼 氣氛 就主導著短期走勢 就是中長線看 看看基本面 看看成交量的變化 IPA的數量 這些行不行 如果你要用短期 取得氣氛的話 不用我講 大家都知道 差了 是不是 至於你說 那個我叫做中長線 那 似乎現在也看不到 什麼好大的氣息 所以 講了所 你只可以說 業績對版 不過 也不會考慮 也不會考慮 那 其他股份 NY 有孤的就是 阿尼巴巴 但阿尼巴巴 突然轉 我覺得這些位置 似乎 都適合 因為始終 有些 分拆一些消息 而且 如果市場氣氛好 他這些消息 對於他 可能有些幫助 所以 所以 不過你孤了就算了 NY 不要緊 暫時讓自己 安靜一下 讓自己安靜完 可能過年一陣之後 再重新上路 那 就這樣說 只要 留得青山在 哪怕沒有柴燒 對吧 所以 不要緊 大家 都是陪著這個 信念 就是 輸完不要緊 最重要 就是 不要失去信心 下次希望可以追得回 對 希望這樣跟大家說 大家會 開心一點 那 今天就先說到這裏 大家有問題的話 都歡迎大家 留言給我 那我們又下星期二再見 拜拜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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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